欢迎来到实体肖康子的频道 Coinbase上市了 各位想着买 到底买的时候要注意些什么 究竟会不会升 大家想着想这一点 而它的前景是怎样呢 今集跟大家分享一下 而当中我今集内容分开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买Coinbase 究竟利好这只股票的因素是什么 第二个部分就是说说利淡的因素 究竟这个Coinbase有什么隐忧 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令你赚少了甚至是虚钱的 第三个部分就是Patreon独家会员 讲讲究竟我 小波子阿信个人意见 我自己会不会买的 事不宜迟立即开播 这个文章已经出了一整晚 今早先录影 如果你真的要买的话 今天录影的时候 就是上午10点钟 2021年的4月14日上午10点40分 如果你要买美股的话 就要早点入钱 现在已经差不多了 如果真的要买就要入钱 那我就一会讲究竟我会买的 这样的股票就是在纳斯坦克指数上市 那个预测价价都大概250至350之间 都很大一个差距 如果第一天的价格价值三百五十元一股 就是到达1000亿的大型公司 那我们现在立即看看 究竟这款Coinbase的股票应不应该买入 亦都去想想 究竟整个过程 其实简单是投资想赚钱 但究竟买这款赚钱 我们立即看看这篇文章 那最后自己小弟就做了少少的思考 分析和一些数据的参考 那我立即看看 我其实这段时间也很少去买股票 尤其是在这一年 我知道一个真正的投资者 应该知道所有投资产品 包括楼、股、债、汇市、比特币等等 那当中你的权衡比重和分配 应该是以风险和利润方面 做一个平衡的 那小弟个人认为 我就比较进取一些 就是虚拟货币多一点 股票呢 相对实际上说 跟虚拟货币的 那个 意思就是风险和汇报 类似 不过就是 虚拟货币更加有前途 对我来说 各位要不要跟我的 组织 就自己决定了 但是 因应自己 因为都是很大的波幅 所以大家自己很好决定了 我现在很少买股票 原因刚才说了 就是那个回报和风险 不及虚拟货币感 可能虚拟货币的回报是高 那风险呢 我觉得相对上来说 都是高的 不过呢 就是值得的 所以买了 如果真的买股票 我还是不买一些 挖矿股 Virus MARA 或者买一些Square 这些我都有 少少的 其他的ETF那些就很少了 因为都不是一个 比较好的时机 我也是买股票 也好 买这些虚拟货币也好 都是买到最 没人说的时候才会买的 就好像 大家看回我第一条片 Bitcoin那次三千多元 被人笑傻仔 就好像现在走去 遲些等股票 买的时候 被人说傻仔 你才去买 今天买了都跟Bitcoin有关 所以这些Coinbase 都吸引到我的眼球 都只是看看 今天不说那么多 那我马上看这个 那你好因素 那你好因素 都不用说了 全球独家的 是吧 全世界第一间 可以买的上市 可以移货币的交易所 和股票 之前说过很多公司 就是很多交易平台 唯独市之后 Coinbase 是符合到那个 SEC 美国证监会 那个 审查 所以就上市 所以呢 真的一个 有个独特性 还有一个 在这个市场上 是没有其他替代品的 要买呢 就买相关类型 只得他 要是就买一些 遲些可能出现 比特币 可能有这类似性 但这个呢 始终是有分别的 就是一个呢 就叫 这个例子 大家想想 就是现在你去买楼 还是去买一间 中原地产的股票 就是有分别的 买楼呢 那楼很简单 就升同跌 那你赚同时 但是呢 买这些股票呢 就要看公司的盈利 但是呢 有好处就是 买卖都会赚 那这个呢 就有分别 一会再说了 第二点呢 就是南海来的 市场又小 头淡汤的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在这个股票市场里面 从麦来未有一只这样的股票 是一只这么奇怪的交易所的股票 那是柳交所 或者纳斯达克的公司 就是类似的 不过都是说股票 而只有呢 这一只这样的公司 是说这个虚拟货币交易 而在这个牛市里面呢 也是一个很标青 近日都是 它的盈利大增 使用人数大增 好像又不知道 二千多万人 去到四千多万人的用户了 而当中呢 都是一些 机构投资者 去进注 Coinbase 做一个partner的关系 去 可能便宜些 去买Bitcoin 之类的 那 这个最好处 就是为什么要上市呢 上市呢 就是想增加 其实这个叫Direct Listing 就是没有增加 这个新的股份 就是没有增加 新的股票 只是一些普通的 机构 或者它自己内幕的 员工 就将自己的股票 或者是叫做股东 的人 放在这个 纳斯达克的市场上面 去买的 全世界第二大的 这个纳斯达克指数 所以资金流动 是很进出很大 可能有机会推升到 这个 这样的 股票的 价格上升 全世界第二大的 纳斯达克 所以 这个是一个 很好的 机会 给它 有一个更大的资金 对它那个公司的股票 买入机会 所以有机会推升到 简单来说 我们买得比特币 也有一个 问题就是 出入金 也是很不方便 又要再查 又查 又要KYC 又要什么什么 怕花钱 怎么怎么 所以买得 这些 比特币就有这个风险 但是买得这些 交易所 就当是一个股票交易 就像GPTC 或者很多的 可能比特币ETF 都是方便很多 或者少一些 这些风险 这个呢 都是买这些 但是有些投资者 就不想 暴露于这些 或者不想学习 或者不想有这些风险的时候 就变上 就是间接地暴露于自己的资产 在这个 市场上 所以是一个 不错的选择 再加上 最近是比特币升市 比特币升市 真的代表什么 能吸引到世界的住市 买入这些 比特币的 或者这些 虚拟货币的 机会大增 令到这间公司的 收入 其实这间公司 最主要的收入 是单一一点的 不像币安 按X多 烤XY 去玩的 它最主要就是 简单的交易 就是 可能在交易费 或者是 币的出入之间 就赚取 差价 和赚取 手续费 玩法比较单一点 我就记得 好像没有那么多 什么合约对战 什么弊 忘记了 什么浪动性挖矿 之类 杠杠都好像 有没有杠杠 想去看一下 大家 我去过Coinbase Pro 好像都有的 马上看看 Coinbase Pro 看看 看看有没有杠杠的 应该有杠杠 这些都是一些 舊的功能 自己就没有 Coinbase Pro 的币 所以就展示不了 给大家看 大家可以看看 这个画面应该 像是有杠杠的 看看 有没有 有没有 只有Z limit 没有 多少X 大家如果有用过 就分享一下 小弟就没有Coinbase 是否要美国人才可以用 不知道是不是 一两个版本 一个Coinbase 一个Coinbase Pro 但是简单来说 就是 牛市升的时候 Bitcoin升的时候 买的人都多些 它赚首费的数目 就会大增 所以也是一个 不错的买入时机 因为始终牛市还是很初期 但是去到后期 真的要走 因为去到后期 市场冷却下来 就没有玩Bitcoin 那就是大货的 股票 所以建议大家 如果真的买 就是在这段时间的责任 和Bitcoin一样 都是要收山的 Bitcoin未必要收山 这个交易所 可以收山 因为你不买 Bitcoin 也吸引了很多 未必买过Bitcoin的人 哇 都是一个好的机会 有些人 买得股票多 都想试试买这一款 所以令到 这只股票也有一个前景 就是一些新的股票玩家 或者机构投资者 想涉猎的话 他就透过这个方法 买了这只股票 盈利方面 都是以倍计的 就是买得这些 Coinbase Coinbase的盈利 始终都是一个 很浮动的 始终人类多些 买 盈利便大增 而现在这个市场上 全世界第一只 简单来说 买Bitcoin合法化 用这些公司买的话 可能它的利润 就有所增加 再加上 Bitcoin ETF 就很大机会出台 昨天有位网友说 拜登的政府 就未必会想有这个 出现 是的 其实每一个国家 是想有Bitcoin的出现 但是 究竟 你不做 他不做 最后是否 没有了这件事 还是有第三者去做 益了大家 这个就是Bitcoin可怕的地方 究竟怎么禁 怎么不禁 怎么不禁 怎么不提 或者有人管的时候 你是不是亏了 这个就等他自己做决定 但是个人来说 都是偏向 Bitcoin ETF 今个月 会成行的 那就继续了 成行了是什么 就是这些基金 或者机构投资者 需要买Bitcoin 因为它要暴露于风险之中 帮那些股民去 买Bitcoin 所以 买的时候 一定是 只有两个方法 一是私底下买 一是去这些交易所买 因为始终市场的 Bitcoin数目 越来越少 一定是去交易所买 那他交易所买的时候 就有赚到这些钱 最后 每一次 这个Bitcoin买买 他都可以赚 五次牛市之中 Bitcoin就赚 红市Bitcoin就赚 但是这个 就像是那只 叫什么 我不知道有个朋友 说一句 什么公死也有得吃 婆死也有得吃 不知道什么 总之 升市跌市 他都有赚 赚的幅度 就似乎热烈程度 还有 有些人就说 哎呀 小方知我买了很多Bitcoin 如果我想 分散投资 我都可能 买少少股票 去对冲一下 整部分身都是 虚拟货币 如果有些 冬瓜豆腐 或者那只币 不行 起码有些股票 或者选错了一只 山寨币 可能真的 比较差 可能这只正宗的 交易所股票 可能比较好些 所以这些就是利好Coinbase 股票的原因 都是这些 小方知是否要买 那未必 做人没有那么天真 说好 你就去买 想了所有的全盘计划 我刚才想了一篇文章 也想给大家看 是真正的投资高手 是一个内心的一个 将世界的画面 放入内心世界 再幻想 再预估一次 再运算一次 最后得出一个结论 那这个结论 是一个科学 再加艺术的成品 不要以为 真的这么容易做到 就是小火之拍这一集 Coinbase 应不应该去买呢 好像很简单 买了不买了 但其实内心已经是一个 世界里面 都运算了 一个多两个小时 究竟我应不应该 做这个决定 因为做决定都要快 不是说 想几天的 这些事情不需要 那你大概觉得 即是真正投资高手 就是有个浪 大概知道这个世界 发生什么事 而且要很快做到决定 不要在这里 左想右想 大概你觉得七八成 OK 那你就去做了 没有可能是100%的 那所以呢 就算100%的 结果也可能不同 所以不需要花那么多精力 所以我们要看不好的地方 再做一个规划 那我们利胆方面 都不用说了 利胆方面 就是通常第一天都会炒高了 那预计每一股 最低是250 最高率是350 那如果你今晚看到价格 大概是这个 range的底层 例如250 那我就建议你们 入少少都无妨 那如果350 那我就真的要看看 因为很多的上市 都是炒高第一天 之后就急插 好像昨天玩的TLM币 外星人币已经急插得很厉害 就好像将军奥都一层不起 所以大家想清楚 premium 就是那个日价很高 因为正常一只股票 买下去的原因 都是想它的价格升值 而股价升值 就有很多原因 其中一个就是盈利 和那个 无利率 资源之类 这个有机会 其实你的公司 就没有赚钱 不过 也是在憧憬 他日价钱 所以它的价格就很高 PE就会很高 好像有些特斯拉 或者其他公司 甚至乎无限PE 因为在亏钱 所以大家想清楚 第一天肯定是超贵的 纳斯达克的股票 通常日价超高 PE是回本期超长的 所以都是一个正义 都是插着概念 我们预计 可能它的日价 是说到下季的增长是多少 但是如果到时不到 或者去到第三季不到的话 不三季 到第三季不到的话 都是会有个问题 所以想一下日价通常很高 就像新楼 大家回去争 对比这些二手楼 都会有一个日价 未来最重要 最怕的是 Coinbase上市 不难保其他平台 都会上市 例如火 我不知道 应该没有 这些估计 可能是火币 Quotecoin 之如此类的公司 都会上市 那你就不是头胆汤 那你就分薄了 这个市场分架 就不是独家 就像以前GBTC 大家有没有印象 独家就是Premium 特别高 当它对了那么多ETF 一走出来的时候 吸引性大减 所以大家不要再尝试 以为这样的东西是一世 可能有些竞争对手出现 第四就是市值很大 一千亿 你知道多少钱 港交所 只有几百亿 这种虚拟货币 真是令人震惊 全世界 那些楼交所做了 不知多少百年 做了一百年 做了一百年都未成功 但是港交所 可能做了五六十年 甚至不知道多少年 但这些虚拟货币 交易所做了九年 十年都未到 已经市值大过他们 所以是否一个旁然大物呢 而旁然大物要升到二千万三千 二千亿三千亿的市值 是否有一个幅度上限 大家自己去考虑 简单来说市值要大些 盈利才会相对大些 股价才会推升 所以就是这样 就要想想 究竟升幅有没有上限 那个盈利来说 就是买个股票 你很深刻印象 真的很深刻印象 盈利可以升 业绩可以好 消息可以好 股价可以不升 说完了 这个就是 买股最不好的地方 就是你现在Bitcoin 有市场流入就升 没有市场流入 没有钱流入就跌 就像我之前 为什么经常花这么多集来说 究竟是什么是好的投资物 就是因果关系强的投资物就是好 就是你研究了 那样的消息 或者那样的东西 钱真的流入 那样就升了 就是这么简单 但是这个世界 不是那么多东西 是有这个功能的 或者有这个特性 例如股票 很多人说 业绩很强 怎样怎样 可以不升 甚至会跌 那你就会觉得很心痛 做了什么 浪费时间 所以这个想清楚 就是你多一重考虑 就是想一下Bitcoin又要升 Coinbase的盈利又要升 第三个就是那个股价又要升 全部都没有一个正向关系 这三个 就是三个项目都没有一个正向关系 你很难做到决定 我觉得这一件事是复杂化了很多 我简单来说 这个世界的钱流入Bitcoin就升 就是这么简单 我就赚到钱 为什么要这么复杂呢 然后到第三部分就会说 基本成本问题就是这个 我买Bitcoin也可以 简简单单 如果又要想这间公司赚不赚 又要想竞争对手 又要买Bitcoin算了 还有最重要的这点 我问我老婆 你怎么看Coinbase的股票 她都很聪明 说了一句 大家都很聪明 其实这个世界呢 很多聪明人 Telegram 很多高手 我很多东西都不知道 很多东西都不知道 都听到很多不同的想法资讯 高手超级多 所以大家保持谦卑 保持一个学习心态 互相学习 始终这个 Channel 有本质上的改变 你看回我以前的影片 我不是这样的 不知道为什么 好像 好像个人平静了 和温和了 和一个 不知 开放式的态度 我千奇那几集 有个有个网友说 听到你说这些很感动 没想过他说这些 喂 人来的嘛 你买什么都是一个 不是机械分析的 我们都是 有情感有理性 他说了一句说话 怎么说那么远 就是 一句说话就是 除了这个公司那么好 那老闆或者股东 想购买呢 哇 好像对 大家有没有听到 我说得像 一家公司那么好 找那么多钱 股东 又为什么要走来 他没有集资 他没有集资 说要发展 为什么要卖给你呢 那么好找 他自己都可能是 见到牛市领 位高 才是 sell给你 你是否下一个韭菜 那你自己想想 就是这样 那这十七点呢 就和大家说了 那小伙子下一个部分 是什么呢 那这篇文章 我想和大家 不详细看 很长的 就是说一条数 就计得 有一些 对他那个 盈利的预估 是有所质疑的 也都觉得 他那个数值 那个股价偏高的 所以呢 我不详细地说了 这里就 我论完之后 就发觉 哇 好像也有些问题 所以呢 结论了 我就觉得呢 我去到PATREON才说了 PATREON 我们一会儿再说 PATREON呢 就是小弟的最后建议 是买不买的 那这里呢 不是建议 sorry 是我自己觉得买不买 你买不买你自己的事了 我就说完 我的想法给大家听 顺国人分享的 那么今集分享差不多了 下集呢 PATREON再见 拜拜